哎呦我们年纪找了你啊真是 找了八辈子没了 你吃点衣服 你看不高兴 哎呀 这公婆洗衣服就算了 怎么连小猪的内裤都用我来洗 养你们一家三口啊 管你吃管你喝 你洗两件衣服 你有啥不高兴的你啊 你看我不打死 来我给你擦擦汗哈 你个小猪啊 你你们母女俩你是和气火了 欺负我呀你是啊 你个你你过来教育教育 你年长这么小猪神啊 他敢打我了 你哥这怎么回事 爸我看奶奶脸上都是汗 我想给他擦擦汗来着 奶奶等你到时候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的时候 我一定不拿裤衩给你擦汗啊 你说啥呢你 我是说等我给你养老送终的时候 你哥 你想挨揍手 你想挨揍手 是我不对 我就是刚刚洗衣服的时候太累了 发了两句牢骚 这事跟年糕没有关系 哎呀王秀啊 你在你老公面前搞小青春了你还啊 你今天要不把这衣服洗完 没门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媳妇你要不打 我来给教育教育他 王秀他没有乐意 这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你就是个白眼狼 给娘倒口气 妈说什么也不能为奶奶道歉 他怎么这么欺负你啊 你一天到晚就你不安死 小提点吧你 林文静 你要打打我 你打孩子有什么本事 快点 咱们倒口气 妈 刚才是我不对 丢情对不起 还用啊 我这个儿子要不是找你这么没用的东西 他不参与老二 你个少高兴 哎妈 笑 妈 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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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快点上去吧 你呸 你装什么装的啊 你敢死你掉下去你啊 你还丢人家 你叫病毒啊 你叫你 这不没死吗啊 老娘不怕你 你死去吧你 啊 笑 你叫我家这么多年啊 我没去你了 妈 奶奶你是欺负妈 你总是拉片架 笑没有 你怎么说我呢 你怎么说我呢 他就死了孩子就回去了 天哥你干啥呢 哎呀妈我跟你说 最近家里老母都也不知道咋回事 直进不出的 我整点些药直直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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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小心诊多了 不小心诊多了 这 这 顺着六点给明天喂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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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年糕 这个小兔崽子 放这儿过 这还不拽呢 好好好 马上就去了啊 哎呦 谁把我的药拿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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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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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凝囊 哎呦 我我我动 这大妹子 我要上你家茅厕 哎呦 去去去去去去 还不到位置就时间了 哦 不错 哎呦 我怎么肚子也痛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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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了 哎呦 你听我说哎 我那是给出生的香药 你自己不小心喝了 那你也能怪我呀 你俩谁吃了 你看我不打死你了 你 哎呦 哎呦 他抓住我 哎呦 你文静 把他给我抓住 我跟你说话了 你听见没有 娘 我被谣传了 开除了 一个月二十块的工资 啊 行 文静 年高这次考试又拿了个第一 你答案过孩子 要不他买文具盒的 就算你失业了 咱得给孩子买 年高 没事爸 我不要什么文具盒 回头 让我妈给我缝个荷包 一样能使唤 啊 我妈长大了 放心 只要你好好确信 爸一定给你补上 啊 好 我今天宣布个事啊 这年高的学 干脆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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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妈 为什么老二家的年纪 能上学 我年高就不行 凭什么呀 我就要上学 人家上不上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人家老二两口子有工作 你在家怎么闲着 这个老大又失业了 你们俩啥钱跟自读说 文静在腰厂工作那么多年 月月二十块工资都给你 现在他失业了 年高就上不起学了 哎年高练学也可以啊 这一个月二十块钱 少一分都不行啊 我把话放这 你们两口子看着办 哎 这回呢好像真生气了 年文静 你要当孝子我不拦你 但是谁敢 让年高不读书 我就跟谁急 咱年高能跟老二家 毕竟 我一定才做二十 你一个月挣二十还是挣五十 我一分钱没看到 那年这晚嘴里倒白谈 反一地 你娘子笑的何不容易 年高发高烧 我跟他借一勺对谁哄他都不行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俩都是外人 爸 我不能退学 我这马上都要高考了 怎么办呀 我我想想办法 老大啊 先前我们可说过了啊 这渐压上学 你这一个月二十块钱可不能少啊 嗯 还几 哎呦 哦 你们这一家三口吃和拉撒的不用钱呢 难道让老二钱来倒贴你们呢 你可真是啊 占便宜没够啊 我还好意思说你 快快快快 把钱拿来 拿拿拿拿钱来 你啊 我这么多年赚的钱都交给你 难不成月月都花完了 非得把我回家往绝路上逼吗 你是什么话啊你啊 你想造反的是不是啊 当初春春春春春春 代客老师的活 我去最合适 可以把 摇产的活给老二 你啊 凭什么让我去摇产 这大哥 你瞧你这话说的 好像是我把你的位置占了 那当年 那不是你自己主动放弃的吗 这个还怪我了 你别给我丈夫 当初要和你娘来求我 说你还没结婚 老师的活体面 方便你找老婆 我会放弃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 那都是我的错呀 都是我的错呀 我耽误了你们发财啊 啊我该死啊 我就得跟你那死去的爹一起走啊 哎呀妈哎呀妈行了 那我们学校还差点打扫卫生呢 这不就当是还了吧啊 你看还是这老二懂事啊 一个月开多少天啊 打扫卫生吧啊 这不是啥技术花 下我们人民教师 一月六块 六块 六块 年轻丫头 你爸是扫地工 我爸是人民教师 看你还有什么眼子 你小呆下去 嘿 你个小兔崽子 我这 你还要快快应上啊 我我考虑一下 还有一件大喜事 就是啊老二啊 给这个贱鸭啊 说了一门鼎鼎好的亲事 仿制厂副厂长的儿子 明天呢剑鸭啊跟你二叔去相亲去啊 我不去 如果能相忠啊 这后半辈子 可就什么都不愁了 我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 我还是把年高考大学呢 妈呀 你高中生你不也没有工作吗 你让个女孩去读书有啥用啊 还浪费钱呢 人家一次啊 给三百块钱彩礼呢 哎呦 你看 你们有没有儿子 这以后啊 你说这吃喝用餐都够了吧 是吗 那么小俊呢 以后来给你们养老 哎呦 你说这是多好的事啊 你个女儿咋的了 女儿就买被气候了 你们 你帮我等着 妈 那我给老爷养的 不可能 这么多年的工资都交给你了 难道一点没涨价 你们一家三口吃喝 我有钱呢 我没钱 一千块钱 难道就花没了 难不成 这一大家子 都吃我那二十块 我们就星期天回来看看吧 你让我们交钱 你有没有良心呢 那可不咋的二十 你每次来的时候 都剩走两只鸡 再加五斤五花肉 哦 上次奶奶给年轻包饺子 年轻都撑住了 我还没吃过奶奶包的饺子 哎哟哟我的老天爷呀 不过了冯家 冯家我不同意 干什么 媳妇你对着干啥呀 你还跟我我留活路 咋都别过来 媳妇我答应你 我冯家咋不和他们过来 哎呦王秀啊 你不是神经病了 你耍的什么方面你这是 我就是为了鸡肚子嘛啊 你这辈子没吃过鸡肚子 你对得起你私欺的爹吗你啊 这个家必须分 哎哎分也行分也行啊 必须让贱人去相亲 不行 送到照片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呸你个嚼食不你个造型啊 他亲叔叔还能害他亲人啊啊 这个事我做足了 我说了算 行奶奶 我都听您的 我去 但是 你看我这口袋空空的 我出门心里也没底啊 要不然 你也不用给多 给我个十块五块的就行 我没钱 奶奶 我这出门没钱咋行啊 更别说去相亲了 您就给我点吧 呃娘 这奸牙受的有道理 穷家俘虏 你刀给给点 那那那 谢谢奶奶 哎二叔 你看我这身打扮的怎么样 哦 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这个 这可是省城里面最流行的 哎 我搭着那样好看啊 哈哈 这就是年糕姑娘啊 长的可真俊呢 来快去那坐来来 快来来 来路往离开了吧 来喝点水来 哦哈哈 那个赵公主 我学校还有点事我就想走了啊 哈哈哈 你们落你们落 哎二叔 你这就走了 哎 你俩了吧 我学校里面是 哎你 咱这个苹果 又脆又甜老好吃 哎呀我爱吃这玩意啊 哎 看那个冰箱了没有 缝练机电视 到时候咱俩剪 全部换成新的好不好 哎 去时候你喝过没有 那妈饶好喝了 我去给你拿 找死你 你搁这忙活啥吗 没没什么不是帮你把瓶盖打开 哦 我咋瞅着你往里搁东西了呢 那你就给你挑明了 只要你疼了我 我保证以后让你跟我视相谈了 一关今天不是赤法有 有还你不会搞的 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你放开我 啊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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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叔二叔 谁呀 幸亏我随身带了个板转 你个瘟把膏子你这 哎 这 这怎么那么多钱啊 tez 修辱工程款 这肯定有猫腻 来人啊 有人费礼了 救命 救命啊 你没事吧 赵斌他费礼我 他在喝的里面下来药 要不是我反应即逝 我就完了 找人家的土壤不错 你看到你 就是 这是叫做厂长儿子 他家里那么有钱 他会贴你 扛贷你 人家都不说 他家是干什么 那么多钱 对那里面还有呢 关键干嘛都说 你去下来吗 我们会在这 说不大啊 然后难怪他买兜买批了 原来是他跟我们的钱呀 他跟我们的钱呀 嗯 这我把他工作打下来 你们谁都不准动拿来 哎不是你刚才可跟我说 这钱是你爸妈踏过来的 这是我爸妈工作的钱 我怎么跟他做的一样 那里面还有呢 还有 我什么样的没事 你怎么能把我介绍给这种人 我们被传给完了 原来是你把你亲侄女介绍 给这种畜生的呀 他是什么人 而谁不知道 你这不是把你侄女往火口里推吗 就是 哎 你这小畜生啊 我这是瞎了眼了 你这个猪狗不知道的东西 就一看他就会狗 要不是你为了转正 在我爸爸面前怀他现在哈巴狗 谁在这幸亏你媳妇上的不大地 估计啊 也送给我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拼了 这事不是咱们拼头百姓能管的 还叫我公家出来 走 我怎么还敢动我 你说什么东西 你靠边啊 你动我 靠边 你准备我们的钱 帮我一下 帮我一下 这个年糕不简单 打针针 打针针 哎 打针针 你干啥啊 二叔啊 你怎么跟我爸妈保证的 要不是我一板砖把赵斌拍晕 我就被他糟蹋了 虽然说 我现在没什么事 但是我感觉我内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要不然 我一头装就算了 哎呀 二叔真不知道 这个赵斌就是个畜生 二叔给你赔不试啊 行了 你真想给我赔礼道歉啊 哎 这大侄女儿想要什么 尽管给二叔说 二叔都满足你 真的 真的 我 看你这自行车就挺好 我看你这自行车就挺好 严哥啊 这等会儿你二婶下班 给你乱身新衣服 多好 我不要新衣服 我就想要这自行车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不舍得把这自行车给我 那就算了 哎 哦对了 我赶紧去趟学校 去学校干啥 我跟其他老师也说道说道 我他们也理解理解你啊 我是你二叔 不是你仇人这事 虽然二叔有点私心啊 但是 二叔也是为你好 你为我好 你把我介绍给赵斌的畜生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回去跟我爸妈说去 哎呀呀呀呀给 给 给 我就知道 所以刚刚入口供的时候呢 我就先把这个写好了 你快签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一会儿去上班 自己回去吧 嗯 好嘞 哎 这车 慢点啊 又是他 现在看起来还挺军的嘛 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他也是 他 哎哎哎你好你好这位同志我叫你 还不理人呢 这玩意怎么那么难骑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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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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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常长的儿子 你呀以后就享福了啊 哈哈那可是 哎回来了 奶奶有奶奶也在呢 鸭来了鸭来了 哎呦这都是你对象给买的东西啊 呃奶奶亲事黄了 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哎呦 亲事黄你买这干啥啊 买个铺子你说有啥用啊 老嫂子我之前就觉得这亲事成不了 啊只是 没好意思说 没错娘的奶奶你做的对 哎亲 刚刚我在公教室门口 看见你姑娘 那婆婆追着打呢都快打死了 你也不赶紧过去看看呀 呦家里起火了家里起火了 你快家的啊啊 还亲个还来 你买什么什么自行车啊你啊 奶奶 你听我说呀 二叔为了让二生抓症 帮我介绍给赵明那个人渣 我反应几时一把转把他拍晕了 不然我就晚了 这真的假的呀 哦我给你看 二叔把这自行车低价卖给了我 这是手条 那你钱从哪来 那是我之前攒了好久的奖学金 我都没舍得花 你这买这个破自行车一百五十块钱了 这么多钱能买几百斤玉米面了 你个败家的玩意 你是 这钱我又没给别人啊 我我就是给二叔了呀 就你二婶那条货啊啊 他一扭头就给他娘子去了 不行不行 云天你把钱都要过了 那那这自行车可大正啊 啊归你 自行车过银路 跟我说一百五十块钱 爸 你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过几天就要村庚了 每年村庚啊 咱们村都得朝张家村去借庚的庚地 有了今天这话的时候 恐怕要使坏了 那非得是张家村吗 啊 只有张家村有富裕 如果借不来庚牛 村里人可要戳咱们老年家的济然谷了 妈 你也别上火了啊 不就是庚田的事吗 到时候我借一台拖拉机不就行了吗 别着急啊 拖拉机 啊 面膏啊 拖拉机那可是个稀罕物 公社都没有 一个线就两台啊 你这么个小丫头 你还能借得来啊 你就瞧好了吧 有人在家吗 有人吗 你找谁啊 你就是前婶吧 我叫年高 我是年龄人的侄女 有事吗 我总听我二婶念叨你 她说您特别优秀 简直就是父女楷模 我呢 一直想找机会向您学习学习 没想到今天有幸 还见到您了 你这嘴巴也太甜了 没有 我跟你说 我二婶那人特别小心眼 要不是您特别优秀 她能那么说呀 你看看你这说的 哎呀 你这刚从乡下过来吧 还没去过我家吧 走走走 去我家坐坐 走走走 那感情好 走 你去哪儿呢 二婶 呀 年高来了 正好 厂里下几笔残自布 我买了几尺 你回家让你妈给你做几件 不拉几呗 那个 年高 二婶不是说黏你啊 行行 我问你个事儿二婶 那个厂里的机械是出问题了吗 那 一个零件要替换 人厂家没库存了 那能不能这样 找厂里的机械厂代加工呢 拉到吧 人家机械厂订单都满了 谁接咱这种数量少要求还多的单子呢 我听那秦婶说了 说那个厂 好多年没做过厂夫了 要不然这样 咱们就把这些残资布 递家卖给他们 那能行吗 那肯定行啊 这事儿 我去求秦婶 等到时候成了 你还怕你不转正啊 那你去问问呗 你快去问问 行 你赶紧跟厂与打声招呼 那些布就别卖了啊 行行 不卖 你看这个天 天婶 年糕你来了 快快快快 我这刚切好的西瓜来尝尝可 天了 来来来来 哎呀 先不要着急吃嘛 我有事跟你说 你昨天跟我说 机械厂的厂夫还没着落 怎么样解决了吗 还哪有那么好容易解决呀 那现在布料都是紧缺货 我是巧夫难为物 你是吹了 哎 我呢 倒是有个办法 不过 你有个条件 你们老年家想成英雄 但是别聊聊旁人啊 天大地大粮食最大 谁要是耽误我们中列 谁就是大家的仇人 对 是大家的仇人 都别说了 我去道歉 大家快去看 陈克来了个拖拉机 哎呀 怎么样好好瞧瞧你们 来来来快来看一看啊 哎爸 您闺女不如使命 拖拉机给整回来了 哦 这不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们机械厂给它纺织厂 代加工零件 那他们的残刺部 就行了 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说 就低价卖给我们啊 这丫头啊 真把这拖拉机给借回来了 我们年纪要长威风啊 哎 我们是有本钱的啊 想让我还赔礼道歉 没门 哈哈哈哈 村口的张师傅还在那等着呢 你赶紧骑车去借一下 好 我都就去 哎呀年高啊 这会你可是咱公社的名人了 曾志叔你就别打趣我了 农机局的领导都说了 要是咱们村把经济搞上去 给咱拨一台拖拉机 就一样的 咋样 真的假的 不过咱村又穷 它地又少 咱可以让县里的机械厂 跟纺织厂来咱们这儿建立分厂 这样的话 咱们有钱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拖拉机 不就行了吗 哎 那感情好啊 不过咱县里那几个大厂 也没有开分厂的苗头 那更别人提 选址咱们村 哎呀 我可以去说服他们吗 这都是小事 哎呀 你这大白天的说啥个梦话 哎 你倒在这儿了 奶奶 这不是是咱知道 这拖拉机不都让我整回来了吗 再说了 咱们村发展能好起来 别说豁出去我这张脸皮了 这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那你这上学咋着呢 你放心吧 我马上都要放假了 要是您同意的话 我可以去县里跑一趟 虽然呢这一时半会的定不下了 但是我保证可以帮大家找赚钱的门路怎么样 好 这还好嘞 再就是说定了 呃 哎呀 慢点慢点 就是那个能不能给我个职务啊 比如说公社联络员傻的 你觉得咋样 哼 这不就是药官吗 这脸皮是真厚 这脸皮真厚啊 要是当上联络员呢 我就是黄西村最帮的老太太了 嘿嘿 年狗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公社联络员 哎呀 那感情好啊 我一定不如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希望你全心全意为我们公社服务啊 你放心好了 好 哎呀年狗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真是让婶开眼的呀 既然婶你就别捧我了 我听说你升车间副主任了 哎恭喜恭喜啊 哎呀 那这不还得多亏你帮忙吗 那要不然这位置还真不一定是我的 嘿嘿 年狗 你今天来找什么啥事 你说吧 我找你还真有事 就是我们村啊要建农机场 派我来取取金的 哎呀前婶 呛死我了 哎呀呀呀 你这也太急 不是喝的太急了 哎呀前婶 你不是又是觉得这事很儿戏吗 那是领导派我来寻习 那我也不能不来呀 是吧 这个事 哎 哎 亲生 你这脸色不太对啊 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这不还是为了端午节礼的事吗 你就给我那点钱 我还得给全场发福利 这不是把我往死里 哎 我倒是有个方法 但是不知道合不合适啊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 你有啥主意你就说 咱们农户里面不是有一些鸡蛋跟干海菜吗 咱们可以收了之后送给工人啊 哎呀这直接从农户手里面收东西不合规 那要是咱们公社统一收购了之后再卖给机械厂呢 那是没问题 你就是不知道那公社会不会统一帮忙啊 这事就交给我了 还行 不过这里有点饱 哎你看看能不能这样 咱们去纺织厂呢收购一些岁部头 然后呢让村民手工服务制一些作业店 然后你们再向纺织厂再次进行购买 这样的话咱们去解决了纺织厂的创收问题 还能帮你们解决福利问题 这不就是一键双雕吗 哎呀天高啊 你可真是水的小福星啊 哎可惜了 你这咱们村啊这么多 哎呀 这说你也在 你这县城回来了 事办咋样呢 哎呀这县力分场的事吧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你看吧我就知道 但是我给咱们村拉拉了两笔业务 你是啥 两笔业务 我跟你细说一下啊 这这一笔呢就是给机械厂收一些鸡蛋 鸡蛋和海菜当作端午街的福利 第二笔呢 就是 纺织厂给我们订了五千之岁不作电合同 不要 那这么一份 三千块钱 那这里三千块了 你要怎么说的 我就说年长脑袋瓜好使 我们几个领导研究统 虽然这联络员啊不算什么东西 大家也不能让你白干 虽然一年学特工给你开 一个月也有十七块八毛四呢 呀还给钱呢直说 您就放心吧 我就算是累租鞋 你肯定也会好好干的 下学期的学费着了 那您看咱们这出来的任务怎么开的 这个岁度昨天这一块 我们就找一份送一手巧的 至于海菜嘛能捡多少是多少 到时候我们再挑两名质检员随时进行监督 最适合的人选 王秀赶紧来 我 哎呦我能行吗 行 哎呀这事还是您说了算 我毕竟得避嫌呢 还是我大孙女能干 来那给你包饺子吃啊 酸菜店的你等着 众男青也败在了全域的拨摸之下 哎呦我小君你打的了你这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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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你看这脸都紫了呀 啥呢孩子 能咳出来吗 不吐 我还吐快 吐 吐 怎么样了 二婶 你赶紧带孩子去卫生所看看 红绿没划伤 行我现在就去走 快走走走 快走 你好 我叫林继 我们之前见过 你好林同志 上次的事情谢谢你啊 我叫年糕 这个是我们家的干海菜 送给你了 举手指了 举手指了 我是公社的联络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大学做研究工作 你刚才救小孩的方法很特别 可以和我说说吗 我之前喂老母猪的时候 他这么卡住 我也是这么整的 我想在京城推广你这个方法 不知道 方不方便 当然可以了 如果能帮到大家 那也是我的荣幸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年糕同志 在推广的过程中 我可能有些问题想要问你 方不方便 书信我来 当然可以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啊 太饿了 吃吧 年糕 那今天要是没你醒 就会用命了 二十一买的红豆生 把两双鞋你收着啊 哎呀那么客气 你收着收着 那我就收了啊 二婶 我给你做个好东西 你看这个头绳多好看啊 哎呀我这太好看了 这这的公教室卖的多好看呢 还有这个发奖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年糕 你上来跟婶说的转正一声 哎呀 二婶你就放心吧 但是 这个头绳的事你得替我保密 还有 那个 你能不能明天 把我推荐给你们领导啊 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 你二婶睡觉说过话 都不能说的事 二婶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年糕 年糕真能凭这几个头花让我转正 高主任 进 哎 哎呀 高主任您好 我是公社联络员 我叫年糕 啊 小年啊 怎么了 是隧部坐垫加工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 隧部坐垫这一块发展的很顺利 我这次来呢 想跟您聊另一项合作 也是隧部业务 小年啊 哎 这 隧部加工业务的利润有限 不如给职工们发福利 所以我们纺织厂决定 不再进行隧部业务的合作 准备不再进行隧部业务的合作了 啊 哎呀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本来想呢 这隧部做成头花 咱俩还能共赢呢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先告辞 哎等等 哎 哎 小年同志 刚才你刚发 被旁人说的 哦 就不一样了 说吧 让他们合作 哎呀 比之前做店的合作不是一样 我让我们社的社员呢来做 你们来支付劳务费 你看怎么样 务务费 价格 市场上的投花批发价是四毛 我这的一朵投花呀 只要五分钱 咋样 行 那就五分钱 啊 等我跟领导们汇报完 咱们只把这合作签掉了 那感情好呀 哎呀高主任你真爽快 我就喜欢跟爽快人合作 嗯 那还有个事儿 您看我这二手最淫逸 才来咱们场也三年了 它还是个临时工呢 您看 行行行 我手里刚好有个转正名额 我看你二手的条件也符合 就给他吧 哎呀 那多谢高主任 漂亮的话不多说了啊 咱们身上见 哎呀 您这 哎 我被厂里开除了 我被厂里开除了 啊 哎呀出去说 哎呀 咋回事啊 我还气死我了 孟严娇真不是个玩意儿啊 之前把我转正 现在又要开除我 就跟我对着干呗 大不了撕破脸 我告诉你我要好不了 他孟严娇别想好过 他为啥要开除你啊 他跟几个老娘们扯老婆折 说赵斌欺负你 说你不正经 那我能愿意吗 我必须交给他两句吧 反正他说我违反厂规要开除我 你说他还有王法吗 哎妈呀 二婶你别上火啊 没事这事我来解决 孟严娇老资格了 弄不好 你帮不倒他惹自己一身心 放心吧二婶 这事就算帮不成 我给你找个更好的活 我先进去忙了啊 主任 知道知道 这事我确实忙不了 哎呀 瞧您说的 我哪能为难您啊 我听说您侄女想进咱们纺织厂啊 是 不过最近厂里没有招工计划 还得再等等 哦 我倒是有个方法 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你这帮我出主意 是想让我做什么呀 哎呀 我就是实话跟您说了吧 那孟严娇三番四次的搞事情 她难道不应该受到商业的处罚吗 你一外人你想对付孟严娇 哎 她跟着那赵副厂长的时候可没少捞啊 那我现在也知道要怎么做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啊 那您侄女要在孟严娇眼皮子底下您能放心吗 再说了 她做了这么多错事 她难道不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吗 行 那就按你说的做 好嘞 谢谢高主任 那我先去忙了 你忙 这孟严娇也是倒霉催的 你说你没事得罪她做什么 催一 别在这儿救人现眼了 回家种地去的 孟严娇我告诉你啊 我就算被开除了我过的也比你好 就是那种背后扯老不舌的女 你早晚遭孟严 二婶 狗咬你你何必咬回去呢 你说谁是狗呢 我说你呢 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 正在勾搭这个勾搭那个的 你就应该跟崔莹一起回山下去 哎呦我在巴比 好了好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吧 那我怎么样 我是车监主任 我说了算 你们这些商下来的 就应该滚回上下去 一声的吐腥味 谁滚还不一定 啊 啊 怎么办 这六万什么不好宣传 哎呀 哎 哎 我看什么 哎 给我好好教训 哎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哎呀 同志你们找哪位啊 我们就要举报 我们长林梦艳交涉嫌回家国有自材 你们来带走调查 妈呀 他就梦艳交 那我们走吧 哎 我就说干学生会遭报应吧 这太快了 二婶这以后 没人拦着你转正了 林梦 以后二婶啥都听不你了 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你让我打狗我绝不年纪 二婶 瞧你这话说的 你去二叔的夜校好好学习 等等 我整个车间主任给你当当 真的 那我走我都不敢想的 因为年高 年高同志 现自如命 我已抵达帝都 近日就可将急救方法推广 正直下即 帝都应非草长 美不胜手 随信寄邮票数没 方便来信 和回复 这么多邮票 这得用好几年吧 这个傻子 就想个办法成期沟通才行 照理来说 我昨天就应该收到年高的回信了 云基同志 你的信 来了 云基同志 展信家 来信已熟悉甚是欢喜 我已对你信中描述的帝都美景 新生向往 另有一事冒名相求 若是德侠可否帮我了解一下帝都法式行情 请谈不议 顺送十岁 欢喜 年高欢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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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法式 百货大厦应该有 年高同志 展信年欢 我把头花和发抢的图样画了下来 并将其中销量最好的击中邮寄给你 一共参考 专务将至随性邮寄前票一份购置纵责 另外书信邮寄周期较长 若有急事可以拨打电话9527 才回复 哇 真好看啊 哎 哎 哎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呦哎呦 不好意思没事吧 没事 同志等了一下 我叫林波 我是现话剧团的演员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 要不要 一起啊 嗯谢谢没兴趣 哎要不我请你看电影吧 走吧 我带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没空谢谢啊 哎 什么样的没见吗 他跟我猪汪汪上来 等我拿捏你啊 哎 哎 老师 你知道那个县剧院的叫林波的吗 哦他呀 他是县剧团的那个台柱子 咋的 你看上他了啊 咋可能我又不瞎 他让我去 不考什么县剧团 还说我一定能考上的 谁让你找得去呗 哎 不过他前段时间好像跟那个赵斌走挺进步的 赵斌 嗯 林高 人家没酱油了你给我打点去 哦哦哦 林高同志 这是我给你买的布拉吉 喜欢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林波想要打提一个人还不容易 这布拉吉 可是上海那边最流行的衣裳 不是 我都跟你说了你别烦我了 你听不懂人话 哎呦 哎呦 你干嘛呀你 说干嘛呀 瑶瑶说女君子好求 给你机会 你给我个机会吗 来哎哎 我衣服换了场来来 我不要我不要衣服换了好 我不要 哎呦 大侄女 没事吧 没事你得归来的及时 他最近老是纠缠我他 打我 你就哎呀哎哎 你敢调剃我家大侄女 我 门腻了你 你怎么把谁打我我管你是谁 我打死你 哎别别别别打了 他他他是 县倩院的林波 林波 县倩 县倩林波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知道我谁了 这给你装的 二叔 让你姐妹跟我出个对象 不然送你去扒梨子 哎 哎哎 我家大侄女 那可是天上的仙女 你个臭流氓臭无赖 你也呸 哎哎别打了 我给你 你别别别打了 要不然这样吧 我陪你所有的医药费 我也就要跟你公开道歉 两倍 行两倍就两倍 反走音啊 法治是什么呀不要我 哎呀 大侄女啊 你真要给他道歉啊 啊 我要是道歉 那肯定也得让全县的人民得理智 我跟你们说啊 那个叫年高的 他勾引我 我没同意 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怎么着 他贼喊猪贼 说我是流氓 你们说过不过分 不会吧 还有这事 可不是嘛 而且之前赵斌那个时候 我怀疑啊 是他先勾引人家 事情败露了 哎他把自己宰干净了 毕竟是个小姑娘 你给人家留点面子 是 对啊 现在请年高同志播报通讯港 思想工作开红花 互联工作结社会 男女平等 不只是嘴上说说 要从思想上有这个认识 以我自身为零 近几天 人家县剧团的林波同志 无视我的拒绝 对我百分之处 人家都跑到广播站 给你道歉了 你还真有面子啊 你又是自己聊糟 还诬蔑人家小姑娘 你这是笨的不剃道啊 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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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把他送到监狱去啦 你怎麼在這 你怎麼在這 我讓你死 你怎麼在這 你讓我死 也得讓我死個明白 我到底哪裡惹你了 趙斌還記得吧 他是我哥 你把他送監獄去啦 我 我沒有別的意思 我就是喜歡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想要的沒有得不到 你只要答應我 我現在就給你解開 怎麼樣 行 真的 我現在都這樣了 我還能騙得了你啊 早這樣不就好了嗎 算你實相啊 早這樣不就行了 走吧你 搞死東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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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這樣的話 我就先回家了哈 我聽說這一到晚上 都有些枯昏野鬼 什麼髒東西的 我等過清明的時候 我再 再找你啊 別別別別別看東西 啊這是 你說什麼就是我 我嫌疑不很 你說的 不是 好 好 這裡面也寫了你所有的這些 你要不看看有沒有什麼 需要補充的 哦 那這樣就行了 等到時候去了派出所啊 就不會有什麼誤會了 走 哎 我這時候年高 我爸憲雨團的人坑了一把 他這純屬瘦批啊 還行啊 他早晚要惹出大事了 對 對 我們修山堤壩這個事兒 你看 我們沈家村負責運勢查資料 哎 你們負責出人工 咋樣 你這不明把我當傻子嗎 哈哈 哈哈 你要是能借出來小貨車 我們村也可以出人力嗎 哎 知書我是年高 我給咱們紡織廠啊 拉來了一筆新業務 一朵桃花五分錢 我沒聽錯吧 啊你沒聽錯 等我把小貨車借來 你們這邊安排人負責開工吧 年高 你神通廣大 這小貨車 你能高來 如果我能借來一輛小貨車 那 沈家村就願意出苦力嗎 如果我能借來一輛小貨車 沈家村就願意出苦力嗎 哎 對 不過需要用兩天 那要借來兩輛小貨車呢 那不就一天就完事了 那這一輛小貨車一天能補助多少錢啊 嗯 要不然這樣吧 你給我們一人十斤雞蛋二十斤大米外加 一框桿海蟹怎麼樣 成 那就這麼說定了 哎好嘞好嘞 行那您先忙哈 好 喂 喂 誰啊 喂 前婶 我是年高 我們村呢 修堤壩 仿製廠那邊要主動支援一輛小貨車 您知道是為啥嗎 就 因為碎部作店合作 有錢贊助 哎呀 不是 他們呢 想讓我寫一篇通訊稿 順便讓我宣傳一下 我這一想啊 那不如 讓你們機械廠 也出一輛小貨車 到時候我把你們兩家一起寫進去 哎呀 您高 多虧你想著我 這要是讓仿製廠搶了先 那回頭廠裡知道了 我少不了也有A對P 謝謝你啊 哎呀 哎呀 哎高主任不好意思啊 借用一下您電話 哦 我找您呢 正好想跟您說點事 我們村呢修堤壩 機械廠那邊主動要出一輛小貨車 我心想這件事必須得跟您說一聲啊 畢竟 咱們廠才是縣裏的白頭兵嘛 啊 行 我們好日常出兩輛 那樣感情好啊 你不小心超合完成任務了 咋唄 醜話說在前途 要是你跟他貨車不到位 這人是馬位的 你得給我報銷啊 哎 小年同志 白事挺酷 說能接到 就能接到 我問過交通公司了 人家說他根本就沒去 哎 你看看 這都幾點了 這小貨車一點影都沒有 你沒有金剛鑽 你就別來自己活馬了 這會不會路上出了什麼意外了吧 你們黃西村啊 天要大眾臉挺胖的 出來吧 啊 那不是閃的車 怎麼可能有個大豬啊 那是大貨車啊 哎呦 那不是這樣那麼年糕嗎 可不是呢 這就是自行車 或者拖拉機 現在 都開了兩個大貨車 以後 你得坐著小叫車回來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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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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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大家都來看一看啊 啊 縣里的機械廠和紡織廠 為了支持咱們水利建設 提供了三輛小貨車 今天呢 我先整一料回來 給大家看看啊 大家快表示感謝 嗯 呃 省村長啊 民村呢比較富裕 提供物資補貼這種好事 交給你了 哎哎哎哎哎哎 好好好好 年糕啊 你總算回來了 哪做夢都想著你呢 哈哈哈哈 年糕 不好了不好了 可你還說被抓起來了 說是要蹲個十年八年呢 這才一會公布他又犯啥事了 說是破壞集體兩種 他幫村里放牛 結果牛打架 把農子所的實驗田被毀 直接被抓了 我閨夜可不能在你們家守護廣 說什麼我今天要把他帶走 趕緊過去看看走 當初我把姑娘嫁給你們家 就便宜你們家了 現在又出現這檔事兒 你們怎麼賠錢 你 哎 怎麼回事 媽媽這是你媽媽媽 怎麼了 啥玩意兒子就老 哎呀這比你長得真近呢 說不合就沒 我家娘娘啊 有個侄子和年齡相仿 我跟你說說 靖梁啊 聽說那孩子 怎麼不好使 你們堆塊里的這兒手錄三點四 給我二百塊錢 你要嘛我把微妮和年金都帶頭 他們還是趕緊把我弟給揪出來了 我批 人都裝到手裡去了 還有什麼辦法你們要是不給錢 我就去到學校把年賺接回來 跟他后底性 你我家没钱 没钱拿知情车底 我二婶同意了吗 你臭丫头 拿两个车拿去 买你出话的事 你个催老太太 还想把我介绍给傻子 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年龄大 我早就大死他冲住了我 还想要什么自行车 我怕你是想吃屁吧 至于那个年俊 你要就接走 省得我们花钱给他娶媳妇了 年纪 可是你们老年纪的根 你舍得让我接走吗 他无论姓什么 留着还是我们老年纪要学 你还愣着在这干嘛 接走啊 还不赶紧滚 你个死丫太子 找妹才说话 你跟他想猜我什么 还有你说的犯 他拿死你 哎你赶紧 你赶紧 赶紧 都给你吃这里 啊 哎呀老天爷 老天爷打死你啊 你们管他都把你吃 这一家的钱到吗 啊 我告诉你你要再上闹 我就把那些泡舌全给你抖出来 老娘的口臭屁 那老娘啊 这有什么问题啊 啊 我我改天在那 等等 你不是要把年纪接走吗 怎么又不接了 不然我给你们送出去吧 年纪 可是你们老年纪的种 让我来给你们养孩子 做个梦去了 啊 呸 是 他这是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吗 嗯 没有啊 我吓唬他了 我这心虚了呗 啊 就在那边 爸 这实验田平时有人看管吗 有人的 但那天好像刚好闹肚子了 哎 他们这是有人在养狗吗 这狗啊就是个女友懂事 你看 这狗转移全在实验田的外面 我看进倒是没进 懂懂事就不知道 他怎么能不能 我这边 哎 爸你看那边牛爪鹰跟狗爪鹰混在一起了 我知道了 我把牛惊着了 你是说啊 说是不是冤枉的 我我去所里 所里恐怕会上的龙子走谈的 没事吗 不用担心 这个老二回来了 那个咋样 哎 我哭啊 我哭啊 也不想看了 哎呀奶奶我逗你呢 所里已经查清楚了 是看守实验田的人士让你指手 把锅甩给了二叔 现在二叔已经没事了 哎哎哎哎你个死丫头 你把奶奶这个心脏病到下去了 哎奶奶 我带你去县城看看身体吧 我不去 来好着呢 哎那好吧本来呢我还想 造个小货车带你去顺便买两套新衣服 还能看看二十个年纪 你要不去就换 算喽 哎哎奶去奶去 奶去收拾你回去 我也去换身衣服啊 这衣服上天喽 他上奶 咋还那个包袱呢 要出门啊 这不我年糕出息了 非得呀让我到城里住几天想想服务 你说这城里有啥意思 不就是小汽车多了点 个楼房啊高了点 这个供销社大 行行奶咱赶紧上车吧啊好 回来不知道啊 姐我可想你啊 我我昨天晚上都梦到你了呢 我怎么听这话这么耳熟呢啊 奶我可想你 要是我有吃老 早没消费去干你啊 你也想偷偎的 奶奶来接过 来这我儿子呀啊 我来的还得跟你非得打个招呼啊 你个吃里扒歪东西 这把胖子抢什么 我妈您来了 哎 大侄女 二叔这条命都是你给的 以后你说啥呀 二叔都答应你了 哼 你給年糕介紹什麼會像 哎呦 還賣給他個自行車 你把那一百五十塊錢給我弄回來 哎 沒事沒事 等以後二叔有錢了再還我都行 我告訴你啊 你以後啊 再做對不起年糕的事 在我這兒 雞根本就是饒不了你 記住了沒有 哎 二叔 你那個夜帳上的咋樣了 那我就是個普通工人 那我疾苦肯定比人差点 难免说点闲话 那今天晚上我跟你一块去 行啊 哎年糕 你没有学生证 能不能够红眼镜呢 哎呦我聊天 呦这不是一天被男人调戏的年糕吗 像你这样子 就是会招风影蝶啊 怪不得旁人 哎呀妈呀 他孕育了 哎呀妈呀 他这是越狱了怎么回事啊 他把所有事推给狗腿子了 他现在是房地产工会干的 心虚了吧 像你这样的祸害就该执行 呦莫眼角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志受了欺负 那何着都是你同志本身的错了 像你这样子啊 根本就不配来夜宵学期 更不配在工会都做什么干的 啊 真是知道 从你身上啊 我就看得出 我房地产的思想就有很严重的问题 这样吧 明天呢 我就以此题写一广稿子 到时候我在广告站播一播 那去见人民的军 嗯嗯 莫眼角同志 赶紧给年高同志赔礼道歉 好 都是因为他 才让林波做了坏事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你跟林波的感情不一般啊 哎 那你咋不配他去做巴黎子 你跑这上啥夜宵啊 哦 我是知道 你就是因为林波的这个事 所以呢 你对所里的同志不满 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满 然后呢 你跟上所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 告知了 这个孟宴教的思想觉悟 极其危险 我看搞不好都做什么极章报 哎 哎 我怀疑 嗯布料里面会不会啊 我给什么布料 不会真的有问题吗 我昨天买了一块来着 其中一块确实有点渣 不过我渣住血了 真假的 明天我就把它调离干什么 并且加成了个色 好 我开心了 孟宴教 把你的学生账给我 以后不用来宴教 高主任 你别听他胡说 他在污蔑我 够了 这是非举时大家都看着 赶紧把学生账给我回家吧 年高 你给我等着 找不了你 爷妈呀 哎呀高主任你不见了吗 他威胁我 那我这三十年代 要有什么头脑脑溜大便脚带的 那不都给你干的 哼 你咋不做一辈子呢 孟宴教 要是再调到 明天我就要厂里把你开除 快点 哎呀 他就这么拔不两句 就给民教杠了啊 高主任 我跟您道个歉啊 那个 绑制厂的思想教育 绝对没有问题 那都是面交个人的问题 我不应该一点待面 对不起啊 行 快上课了快进去 那您先忙啊 这位级学 叫什么名字 我叫年科 我是供销社后勤办公室的袁晓兰 哦 哎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年科 我是供销社后勤办公室的袁晓兰 哦 哎你叫什么名字 哎你叫什么名字 哦 哎你叫什么名字 那我 那我 我要说 我们学校呢 准备组织一场文艺会演 我们班长把我们同学要扮演的节目 统计一下 然后把名单给我 你二叔脑子糊涂了 咱们啥如果搞过竞选呢 哪来的班长 我你 这还不是人呢 je 同学 你知道大家对表演节目有没有兴趣啊 嗯 哎呀我们是来唱课的 来唱曲的 就是有什么好表演的 整天搞这种形式 领导是想看你们表演成功 领导是想看你们的精神面貌 是想看你们的学习成功 我还真说了啊 如果这次你表演的好的话 他也能让你成功去清理 哎呦好好好 班长我忘记你唱我的祖国 哎呦好好好 班长我忘记你唱我的祖国 班长我忘记你冲冲冲冲段 哎好了好了 哎呦 这咋什么班长啊 他们都忘了是来训课的呀 哎呦 哎呦 那个各位同学啊 我想这样吧 我总是一场大会唱 让每位同学在领导面席 都有露脸的机会 怎么样 好 那这样吧 大家到我上去 来登记一下 后面积极公公好吧 哎来来你给我来登记一下啊 哎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小师 帮我也登记一下袁晓蓝 你这个同学呢 我唱那个我的祖国那个小李 其他同学赶紧回位吧 二十你看 我已经拿到了我们班 所有同学的联系方式 和家庭就指了 我也不好 你 哇 二叔呢 这是表演名单 你是班长 是他们推计我的 我也没办法呀 应该呢 嗯 二叔啊 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你升升值 还能找找公司呢 真的啊 嗯 二叔不说 二叔啊 你能不能 请县里的领导 和各个工厂的领导 来看我们演出呢 这不太好吧 嗯 那算了 哎哎哎哎 我去给校长说 二叔升值这事 就看你了 哎呀你就放心吧 哈哈 去吧 啊 有这么一件事 我跟您说一下 嗯 好 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打 哎好 你好 哇呀 那不是蹭客的事被发现了吧 校长 对 年高同学 你打算邀请工厂的人 出现了 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打 你把他叫过来 我跟他打 哎好 我就说别去当什么班长 这不是耗子给猫拜你啊 啊 顺便呢 向各个工厂 苦苦请要点物资 嗯 说不定呢 县里的领导受到触动 明年还能多给咱拨点经费来 到时候再给他安排个 什么招摇撞骗的罪送去做 真是 这工厂能搭理他吗 那说为校友为学校做做贡献 那不是理所应当的 好 好 就这么办 年高同学 你可是咱们夜校最优秀的学生 那这哭穷的事就交给你了 年高同学 你可是咱们夜校最优秀的学生 这哭穷的事就交给你了 呀 这怕是不太合适吧 我一个小白谁愿意搭理我呀 你给我一个学生会会长迷 这样还好听掉呢 这都是小事有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 保证完成任务去吧 哎 你 年高 校长长你啥事啊 校长让我做学生会会长 我退了半分银头雕 最后只能接任务 啊 校长知道你是蹭科的吗 哎呀 知不知道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是学生会会长了 不许晟 decor 啊 zw 再往哪放就往哪放的呗 反正怼的是夜想 反正你是夜想又不是我 哎呀这活出力不讨好的 你说你为了一个学生会会长级吗 二十我跟你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那我到时候可以认识成立这么多大领导呢 就犯罪我 那下次见面你是怼过的手人了 不行 诶 冯厂长您好 我是夜校的学生会会长年高 我们学校呢最近有一场汇报演出 特邀您来出席 哎呀这个事啊 我这个时间不促求我就不去了 哎呀本来是我们校长想找你的 但是他今天有事 他去县里给那些领导去发邀请函了 就派我一一来通知了 我一定要准时出席 哎哎哎行您先别挂啊 呃还有一件事 那个我们陈校长说了 看看能不能让你们各个厂长 呃卷卷勿资 哎呀 我纺织厂现在也困了 这以后宽裕了 再支援你们 但是啊我们陈校长说了 到时候汇报演出的时候 会宣读兄弟单位的军线清单 啊那个小娘啊 咱们纺织厂现在确实是有困的 但是呢我突然想起了 这个仓库呀还有一批谈刺部 就支援给你们了 哎好嘞好嘞 谢谢您冯厂长 哎 那个制线的时候 把我们纺织厂排在第一位啊 哎呀你就放心吧 哎 哎行 viens viens mashed 我是年�ely 我们机械厂啊要捐献一批糖刺钢子 哦行行行 呃但是我们陈校长说了 按照捐献价值之限 嗯嗯嗯 小年同志啊啊 我们机械厂呢跟马虎厂也有合作 我们再捐献一批马虎 哎呀要我说呢 我们机械厂是我们信里的龙珠单位 您功不可磨 麻烦您了啊 喂 喂 胡厂长 监图的事 做得挺多的 但是呢 我没吃冰箱 日子也不好过来 直接知道 没有就没有吧 我不知道陈校长有没有跟您说 他有个学生 在那个快乐牌方便便当领导 访明片 耶 是上海 审船的买奖 要不我给您搭搭线 叫你绑吗 拔这件事高定 无言除 十言惯到 牧阳 靠不靠 嗯 那是挺困难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不为难您了啊 别别别 五十年惯到 十年早就早 懂不懂 好嘞 那你先忙啊 再狡猾的老家群 也斗不过心经营 接下来吧 小娘啊 是不是没要到我 你也不用太难过 这人生嘛 总部会一帆风顺 也会遇到车子 你还年轻 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 你还年轻 我的路啊还长着呢 绑织厂自愿捐赠一批瑕丝布 机械厂自愿捐赠一批暖壶和茶缸子 食品厂自愿 严谷同学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个人魅力呗 还没咋的呀 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如果能换成钱就更好了 我帮您吃个招 要不然 您去县里哭哭穷 他一杆子给我知道明年了 哎呀 您再坚持坚持嘛 明天再去一趟 您就坐在那使劲哭穷 护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能帮咱换成钱了 咱们呢 肯定是没辙了 但他们总会是有办法的 哎 年高同学 你对夜校做的贡献 我都看在眼里 哎 正好咱们夜校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你选一个学校 但是 我不是夜校的学生 合着忙活半天 你只是一个蹭客子 对 你去补办一个入学的手续 如果没有学费 我帮你垫上 哎 别别别 那校长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呢 不是交不起学费 我 我想当夜校的老师 你出去 然后到外面把门关上 哎呀 校长 您有一球我有一打 您何必赶我滚啊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哎呀校长您别激动嘛 我就是想当兼职老师 就是那种不用每天来上班 还能按时领工资的那种 哈哈 我也想到 你出去 我也是没办法 我这家里老太太生着病 都截不开锅了 不行 那行吧 那我最近就不来夜校了啊 你不来 那汇报演出怎么了 你是要将我的军吗 哎呀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 那我现在名不正言不顺的 我来多难堪啊 这样的 我跟你安排一个 校外辅导员的待遇 出勤一天零一天补贴 这样总行了吧 哎呀 后来要来 我一定天天来风雨无阻 谢谢校长 如果说汇报演出出一丝纰漏 今天全无 就你一个小狐狸 还想跟我斗 念着点 哈哈 老小孩 呃 喂您好 呃 我找一下林济 就说 有个叫年糕的找他 道爷 有名电话 一个叫年糕的女童子打来的 喂你好 我是林济 你好林济 呃 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汇报演出的流程 那个 我我不知道你现在方不方便啊 嗯 方便 当然方便了 你说 是这样的 你刚给我打电话了 他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啊 声音还是那么清脆 像白铃鸟 要是每天都能听到 呃 不知道这样妥当吗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 那个需要完善的 呃 你要去读夜校了 啊 年糕同志啊 我这边的线路不太好 呃 能麻烦你再说一遍吗 呃 喂 是这样的 大爷子 少爷是不是吃病了 神经病 比不起你 真的少爷从来得见 呃 好 呃 林济同志 多谢你 答应解惑 呃 年糕同志 呃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那个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我我先挂了啊 哦 好 林济啊 谁来的电话 是我欢喜的一个女同志 谁家的 不是本地的 也不是 您名单中的任何一个 林济 我跟你说 你的妻子必须是名在上面的人选 马上给她断了 爷爷 我现在只是对她有一点好感 如果您非要干涉的话 我还就非她不可了 我 耶 小兔崽子肯定是故屋 不用继续插了 你个村姑而已 我是几天新鲜棒的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欢迎丽林女子学校的汇报演出 这个年糕图军 是哪个家伙呀 选择能力不错 谢谢赞号描上 你刚刚啊是我工作人员 他还是能力 思想觉悟也可 是个 领导 他也是我们夜校学会会的 是 我还以为是你出来的呢 那些领导不带您怎么埋了 好接下来请成香港志词 你 你干 我要举告他 这个年糕就是个蹭客的 打着学生会会长的名义 在这招摇撞骗 他人品道德都败坏 我早就看出他这都不安分的 叶小孩让他来做 点得像笑话 你缺钱你跟我说呀 再告诉你 你就是 年糕同学 确实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啊 是 他这种行为就是挖长脚 快把他抓起来了 最不可恕 他其实是我们夜校的校外辅导员 陈少长 你说谎 你这明显就是线编呢 这是评书 这足以证明了吧 这位 你带欧喜悟到底是何剧情 我没有 哎 你是不是故意隐瞒身份 你不也一直拖着评书不给我啊 我没有 演出正式开始 咋了 你说 这些女同志头上带着头发 都是你们村场的 啊 經過這一波宣傳 到時候這些頭花絕對對你全現 肯定是供不應求的 哎高主任 那這建分廠的事 我明早就開會研究研究 哎好嘞 啊高主任還有件事 能不能進入一下你的小交車啊 你要車幹什麼 我想讓我乃戶村 協助還主動提出這一查呢 那我想著 咱們的合作往來比較多 我肯定是向您借比較合適哦 您覺得呢 行吧啊 你這個真好看啊 嗯哎哎 師傅停車 媽 人家回來了哎 哎 你慢一點啊 哦 哎 有一點勁啊 哎呦哎呦 沒事吧 哎呦沒事啊 沒事沒事 坐著小轎車 哎呦 在家里的拖拉機 我都沒事 那麼說老嫂子你父親好啊 咱這輩子都沒坐過這小轎車呢 別說小轎車呢 搓垃機我都沒坐過 他小奶 這個袋子不行 不吹衣服 就是那個網盒 這網盒也好看 我也覺得不好看 年糕說呀 這是啊 百貨大樓的購物袋 你們知道啥是百貨大樓啊 這我身上這雕啊 就是在那擺的 老貴啦 那都是上海來的洋貨呀 年糕啊 就是厲害 這袋子一看就很值錢 可不 我孫女啊 那是真能幹的 她不但哪 是我們村里的聯絡員 那還是夜校的老師呢 人都說呀 一家女啊 反家裙 以後啊 我們年糕啊 那就是一家女啊 慢家裙 行了行了奶奶差不多得了 哈哈哈 咱們趕緊回家吧 我爸都很高急了 哎呀 高主任不就是借用一下 你家小轎車嗎 至於這到家門口嗎你 得分場的事 屁出來 真的 太好了 年糕年糕 你家年糕掉海裡了 快去看看 快去坐坐 快去坐坐 哎哎 奶奶 我是年糕的朋友 這個是我之前問他借的 您能幫我放回他家嗎 這啥子呀 我才不意思 哎呀都是些漢語拼音 少忙用的 那您的跑腿飛 哎呦要啥錢要全村啊 就是我最新帥 好 把事辦好 嘿嘿嘿 收藏紫本書籍 看我這字不整死 年糕啊 你以後再偷偷摸摸去海邊 我不打斷你的腿 不是我自己掉下去的 是有人推我一把 你看 去他們家了 不知道他們那會從哪過來 能不能跑過這些就看年糕呢 奶奶走 你們幹啥呢 你們幹啥呢 同志 他就是壞分子年糕 年糕 同志 年糕同志 我允許當年 是常不理會 才以理事敵特監視 你哪跟哪呀 我上達成這些書啊 你們有證據嗎 你一直跟外申人是有書信來往 你當我不知道啊 還是我不是監視 我們例行檢查 還請你們配合 你說肯定東西到底是啥呀 年糕 其實我也不想提告你 但是事情鬧的這麼大 我也不敢隱瞞呀 你還是把東西交出來 哎 哪來的王國豪的 老闆去 哎哎你咋這老子行呢 你就這樣賣老啊 你別欺負老人啊 你有什麼處我來 你敢欺負我耶我給命啊 去 同志看到了吧 我看他們說不定也掐口了 故意包庇我年糕問心無愧 過來 你繼續在外面收 好 找到了 找到了 對就是這個小冊子 裡面都是外國子 你也確定是這本小冊子嗎 同志我沒說錯吧 這裡面寫的都是不好的東西 他就是個奸戲 快把他帶走吧 這個小冊子 這就是你死政策 蘇的外國子 這分明是漢語拼音 這上面還有年糕紅字 立下的建設家鄉的豪言壯語 不可能 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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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淘氣 在上面就讓不少牧師點 你不信你拿出來瞧瞧 你敢聽我耶我給命啊 莫顏嬌同志 麻煩你配合一下 我來給你們四處啊 哎呀你躲什麼躲 那警察署你看看 無辜污蔑年糕同志 並涉嫌盜竊 莫顏嬌 跟我們回所裡 等著被處理吧 我錯了 我一時糊塗 有你放過我吧 你不是去牢裡蹲著吧你 你真要趕盡殺局 是你自己作死 我可是攔都攔不住啊 你毀了我 我就毀了你們全層的希望 我告訴你 為什麼我三番兩次都無事 我舅舅是紡織廠的廠長 你敢抓我 我就讓你們的分場開不成 年糕 你捨得嗎 分場見不成啊 我們再做其他事 姐 磋狂無窮啊 好 我答應你 時事物者為俊傑 答應 送你去吃牢飯 你瘋了 我好你自己給你 發現你變醜了很多嗎 我告訴你這就叫相由心聲 你現在一臉餓服養 看著她說我不行 你弟子 我不想跟你口說之間 咱們走著瞧 我給你準備了份大力 你等著呢 這是長這條我也不怕你 你怎麼樣我厲害吧 哎 那小男分場要挾我 廠長都是 哎呀 你白日做夢的你啊 你怎麼小白丁 人家能讓你當廠長啊 哎呀 奶 那我要是當上廠長了 這個家是不是也得讓我當啊 你當就你當 我給大孫子燉肉去了 哎 奶奶 醫生都說了 讓你吃清淡年 別吃這麼油膩啊 呦 你說我這是啥命啊 我就想借你的光 讓我多吃兩頓肉 沒想到我還得吃湯燕菜 奶奶 回頭我整點雞啊魚啊什麼 那些好吃又健康送信了吧 那還是我大孫子最疼我了 哎 行了 行了 乾淨 回屋吧 回屋 林基同志 展信家 我們已經相互聊了 我叫林基 我叫年糕 我們有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觀念 共同的話題 我覺得 我們可以把友誼生化一下 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啊 防治廠要在我們村建分場了 相信我的家鄉很快就能脫平致富 我叫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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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糕 年糕 你對我太有幸了 爹爹 爹爹 年糕 年糕同志非常重視我們的交往 他還給我送了照片 他一定是想時刻陪在我上 可能是重視你嗎 他這是耍心眼呢 我看看 你以為我想看啊 一個鄉縣丫頭能好看哪裡去 頂多小家碧玉巴掌 爹爹 年糕其實是一個聰慧的姑娘 他在華夏日報發表了文章 我想跟您探討一下 那個靈姬啊 我有點犯困 改天吧 爹爹 這心理肯定是故意 我非得讓那鄉下丫頭 知難而退 黃溪向陽春滿員 工人農民一家傾 瞧瞧人家這潛似造句 瞧瞧人家這裏 選著年糕十周節 選著年糕十周節 安憲黃溪春年糕 什麼時候 全國這麼多作者偏偏選他的文章 小燕 您看沒看今天的求問消息啊 小燕 覺得上報紙啊 還是咱們笑一個理分啊 好好幹 前途無量 瞧您說的 高主任還有個事我想跟你說呢 嗯 那個桃花我賣出去一些 只不過吧 這個訂單金額有點少 你還年輕啊 不賺賺情願 哎也就 三萬多吧 三萬 嗯 我本來以為八萬十萬呢 這怎麼掉 還不在家 小燕 這個 不想這麼少嗎 我早上 才買到這一個 聽說這是北京最失心的樣子 我今晚連夜去排隊 說什麼也要搶到 我還要搶到這一個 高主任已經進了嗎 那群眾的眼睛可是雪亮的 嗯 既然網直場需要我 那您看看能不能這樣 給我整個堅持幹的意思 走吧 做個科長就挺適合我的 小年 你的成績是有 但是你的年紀太小了 先堅持消耗 我也是 挪一下待遇 科長的事就算了 是你們的信用報告主任 那 登場那邊的負責人不僅可 嗯 現在是有幾 我 確定 嗯能不能做啊 你把我塞到那個 候選人的名單裡面 我知道肯定在那裡選我的 但是我終於在參與 行吧 那想不到你這丫頭還是個關門呢 啊 嘿嘿 我先去忙了 哎 這個廠長 你要定 我先去忙了 任主任 你今天開報紙了嗎 廠長呢 說我文理好 準備把我提拔成銷售科科長 哎 然後讓你把我提拔成銷售 超級重動的 綠主任 將不肯定 還給我 這位 我預約到你們 不肯定 對 有 他会吧啊等 岂不就能把这翻人镜里面走啊 你觉得 当然 本场尝尝谁的事 连一二十位到我们孩子 通常都不是非公开玩笑吗 这投是产业是他一手操办 谁能比他的反应全 而且他也活出分场 这比较好 我觉得他也合适 嗯 那我们开始投票吧啊 他要逼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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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一票 你高一票 受过没睡醒 还是这些人疯了 你高一票 你高一票 怎么挖了小哥的枪角 这个结果呢也算是众认可对啊 我也认为小年同志非常好 小年同志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当然没接了 那考虑的可是很周全 虽然你是副厂长 但是这个工厂的重任压在你的肩膀 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对吧 我一定会让他 我一定会让他 哎 刚刚高主任跟你说啥呢 哎呀 我知道这么称呼你不太合适 但是你毕竟是副厂长嘛 我怎么不可能在总厂 叫你乔副厂长吧 再说 这三场啊也就一个车间 我敲眼比票啊 小年 你说的对有听你的 咱们分场不就是个说千吗 哎呀 老乔你叫我啥呢 你咋能叫我小年啊 你应该叫我小年厂长 刚刚高主任找你 是想让你架空我吧 哎 大家回头说一说 我跟老乔相比有什么优势啊 这个小年年轻有为 发射产业各是一手发展起来的 当这个厂长 当这个厂长 当任务会 当任务会 对对对对对 哎 齐主任 你可是老乔的老上级 您说说看 这还用说吗 票数说明一切 你当这个一把手啊 是众望所归 是吧 老乔 你听见群众的呼声了吧 我呢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怕你心里有负担 所以你强言说着 你是我的领导 我怎么能乐习汇报 这个呢 是进度表 好 我们去合手班吧 好 你先忙啊 这个 这个玩意儿 没几天洗不出来吗 我们都断空了 你还想着对付他呢 你这就是鱼虎毛皮吗 我现在辞去这副厂养还来得及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到来 我正式宣布 纺织厂黄西村分场 正式开业 是 是 年糕越来越出现 精灵岂是车中物 一遇风人变化了我 你家大鸭是越来越能耐了 都藏藏了 你家土哥啊冒缺烟喽 何止冒青烟 我看呢 都扫我活了 老乔 您工作天眼比我丰富 要不然这样 以后大方向呢 我来抓 其他的事情交给您来办 怎么样 我听您的 不就是你玩嘴 我干苦力吗 我懂 咱们分场 虽然只是个车间 但是您这抛家舍业的 必须得有外派津贴 这个事交给我去办 外家一周一天半的假期 您看怎么样 小林厂长 您就请好吧 以后这分场就是我老乔的家 行 我看好您啊 小林 你能不能也给我们村当联络员啊 待遇值多不少 沈村长 您说说这分场的事 也不是我能说的算的呀 我可没敢想分场的事情 以后的好事 你费我们一杯羹就行了 那我就攻击不如死命吧 干啥 这公社主任跟你说啥呢 哎呀 不能说啥呀 让我去当那个联络员呗 哎呀 我正愁着你 我想着这么一整吧 这以后领工资还得领两遍 可真烦 嗯 看那是谁 年轻 醉 disciples 足备 呃 界 佐治 奶奶 我叫林济 在科研所从事研究工作 现在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哦 你是在京城本地人 对 那你父母做什么工作呀 哎呀 奶奶 呃 我家父家母的工作 可能不太方便透露 对不起啊 奶奶 这么说呀 你们家境还不简单呢 哎呦 我们年糕啊 就是个想想姑娘 说起来啊 她能配上所有的小伙子 但是啊 我就怕你们家里不同意啊 奶奶 您放心 我会耐心地说服他们 让他们屏出偏见的 你能做得了主啊 那要是说服不了的话 我就让他们被迫接受 哈哈 年糕啊 还想上大学呢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奶奶 您放心 好好好 哎 你们年轻人呢 去转转 你看我这个山上漂亮着了 哈哈 去看看 去 他说呢 哎 这个男孩子多俊呢 我跟你说啊 那比我老头当年呢 还差了 这属于这是穷的 老不起金子吗 你看啊 他现在说的怪好的 他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我看呢 两人相处长不远 我看啊 你就是下操心 年糕的性子 就是毛科那个时候 他都能哄着他 给对方下蛋 还能有他考虑的一个人 这属于让那个聪明劲啊 像我 哈哈 啊哈哈 呃林济同志啊啊 我以后可以叫你林哥哥吗 当然可以了 那 我以后该怎么称呼你 你叫我小年就行了 小年 哦对了 我爷爷这次也来了 他想见见你 啊 呃 他 可能比较古板 对门第的观念看得比较重 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 当然要去了 现在就去 小年 嗯 嗯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嗯 哦 我们现在就去吧 走吧 哦 爷爷 我叫年糕来了 爷爷 臭小子 哎呦吓死我 哎呦呦呦爷爷 小心小心 爷爷你好 我叫年糕 我是黄西村人 我家里有奶奶 爸爸妈妈 大姑二姨 呃三舅 我 我对你家的户口本没兴趣 啊 爷爷 听说您喜欢喝茶 我准备了一套青花丝茶具 希望您能喜欢 哎呦 您要给您准备的礼物 您不是先给年糕准备的礼物 您不是先给年糕准备的礼物 好 爷爷 爷爷您还给我准备礼物了呢 谢谢爷爷 您真好 来的匆忙没准备 以后再说吧 来的匆忙没准备 以后再说吧 我自己去买就行 还劳烦您抛腿费力了 你还带着点脸吗 这个 这以后 我们可都是一家人 对吧 这 这就是100块钱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爷爷 这就是他们说的百里套医啊 谢谢爷爷 我以后 跟他肯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行了 真的好好谢谢你 你们俩早晚都给我孝顺走 我实话跟你说 我不同意 你和灵机啊 没有未来 你呀 跟着放弃了 爷爷 您要是非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不行 可是你也知道 全村的人都知道 我们俩在一起了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 我清清白白的 我这以后怎么嫁人啊 要不然 你给我一点点赔偿吧 灵机啊 你看看 现原型的吧 你想要什么补偿 如果 如果我跟灵机结婚了的话 那她的工资都是会上交给我了 而且她也跟我说了 她工资呢 一个月是三百 再加上奖金 一年 五千块钱 她身体这么好 一定会长得百岁的 那这一年算下来 再加上接针损失费 我给你打个折瓣六十万 混蛋 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爷爷 您先别生气啊 您您要把我像敌人这么对待吧 我您刚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但也不是说 昨天嫁到你们凌驾不客 行的行的 你也别哭了 我态度是强硬的 这年纪确实不合适 我为什么不合适啊 是我长得不好看吗 但是我说话不好听了 这灵机啊 将来是要顶门离后的 他的妻子 必须是能撑得起来的 那就必须是 底蕴身后的门第 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姑娘 爷爷 你这么说确实没错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横门世家也不是石头锋里崩出来的 那也是一步一步做到今天的 我年高才不要做做想其身的恶斗呢 我要做就做开山者 还有 要不是因为我喜欢灵机 那你们灵驾在我眼里 和一文不值得弄 我就不怕我收拾你 你才不会呢 您要是这样的人 那咱俩也不会就在这聊天了 对吧 小姑娘 你今天就是说破天 我也不同意 爷爷 你要不然 先持有保留意见 你和灵气啊 没有必来 趁早放弃嘛 爷爷 你何必着急拒绝我呢 要不 要不然这样 我给您出个主意 你给点时间 让我们俩先处处看 那说不定到时候 我们把他给拆了呢 这样你还不用赔我钱了 而且还不会影响到你 爷子的感情 我是绝对不会放晴天高的 那好吧 你们俩先处处吧 行了 我们赶紧走吧 哎爷爷 您不是还给他的家人准备礼物 爷爷 你还给我家人准备礼物了 我太感谢你了 就是口语输软 你在哪儿呢 对在这上面的东西 你自己挑吧 谢谢爷爷 你以后有时间了 我一定会去看你哈 哎呦走吧 天快黑了 谢谢爷爷 小年 嗯 对不起啊 让你为难了 没有 其实爷爷想找个 门当户对的孙媳妇 我也能理解 只不过 我不想夹在中间 让你们为难 宁哥哥 只要你好好的 比什么都强 小年 我 以后一定 你不用说了 我逗逗 我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的永远是什么 我 林哥哥我到了 我看着你进去的 我有个东西想送给你 你把手伸出来 是吗 我今天见你姐爷爷了 我见过那小子 长得是一表人才的 别的不说 光长相方面 他在年高 他就听到地设了一对 按你的道理讲 应该是男方先来拜见 我们女方的家属 那才是对的了 从这件事来看 这时候人家 就不是什么正点人家 哎呀奶奶 让你说对了 我跟你们说 今天我见到李姬爷的时候 跟着手啊 送的跟您的腰子的 第一次见面 就给了我101块钱 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给你们的 让你们挑 其实啊 各地风俗习惯 它是不一样啊 先见男方家属啊 也可以 只要那个男孩啊 对你好 新年也好 这就行了呗 对啊 人家第一次见面 拿这么多特件 你还拿这么多东西 这年高就复你了 对 你二婶说的对啊 人家那不是手松 那是看中你了 来呀 还等着想你的福呢 哎呀 我还没说完呢 但是我刚见林姬爷爷的时候 他一开始 他就没瞧上我 他差点指着我的鼻子 他就跟我说 那蛤蟆别想吃轻而肉了 咱可不受那窝囊气啊 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两条腿的人呢 他有的是 来给你找更好的 听你奶奶 咱不是个鸟气 对 年高 咱这结婚吧 是两家人的事 他男方不同意 咱肯定不紧 给我去帮你揍他 嘿嘿嘿 这家人这么是东西啊 但这些东西他是无辜的 嗯 呃 这还给他们呀 那也不是平衡他们 就当是 他给我们的补充啊 哈哈 阿秀啊 你咋不坑劲呢 你是不是看着人家条件好啊 想让咱们大丫 过去受气啊 妈 你把我当成啥人了 我不知是 是因为他们家应该是同意了 还是我妈同意 后来我跟林姐爷爷聊了一会儿 他就对我发生了一些改观 有能的一直不同意 那不是看我大孙女优秀 什么的呀 嗯 哎呀奶奶 说到底 咱们的家是确实比不上他们家 哦对了 那个孟宴娇还说要送我一份大礼 反正不管怎么样 咱们就咬紧牙往前半 年高 你放心 只要咱们拟成一股神 根管是林家还是孟宴娇 再答应你 都是个屁 哎对哎 这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我们得自己啊立得起来 哎 奶奶呀 不会坑你的后腿的 嘿嘿嘿 姐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跟你长眼 好 天高 孟宴娇都被判了 还能干啥呀 冰来降挡水来突厌 大家早点休息吧 哎 这是你们看着拿呀 哎 嘿嘿嘿 嘿嘿 你这玩 他小买啊 嗯 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小切包子 我都没省得吃 都给你留着呢 嘿嘿嘿 你有心吗 来 你也尝尝 这北京买来的糕点 好吃的 嗯 好吃 一会儿啊 给你孙子也带点去 我没听错吧 你之前啊 可为了一个鸡蛋 把千岁女都给你眼上防了 那不是勤闹的呀 现在这工厂一开工啊 我们都去工厂 去趁工钱去了 嘿嘿嘿 太好了 大家伙啊 都盼着这一天呢 嘿嘿嘿 我最自豪的事啊 就是有年糕 这么一个好孙女 奶奶 奶奶 还不是您教导有方 来 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快试试 好不好看 哎呀漂亮 哎呀妈呀 出事了 你别着急慢慢说 马先生都传遍了 说你和那高主任 还有那陈校长 有不正当关系 与你为了上位 专门勾引那老头的 深正不怕影子鞋 他们谁爱说啥 就让他说啥 妈呀 拓不兴能淹死人呢 一个小姑娘 背上作风问题 那这背子就算完了 再加上那高主任 为了跟你撇相关系 肯定撤你职务 那你这心血不就白费了 那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还堵住他们的嘴啊 姐 要不然你认那几个老头子 当爷 哎呀我要是这么做的话 他们只会觉得我在打掩护 到时候传得更厉害了 换我了 之前赵别人林伯那事 全部给捅出来了 做什么 苍蝇不定无垢的蛋 肯定是那梦雅娇干的 行了行了 大家伙别着急了 你都带你这事 年高 二叔知道你有本事 可是就算你把这事成亲了 那谁还敢捅你呀 那平常民众 那敢沾你家的 对呀 那灵家要知道这事 那心里肯定也不得劲呢 哦 这真是啊 癞蛤蟆上脚面的 不咬人他还各应人呢 好了别着急了 这流言很快就能平复了 我都这么大不了了 还什么一树梨花鸭海盲 那帮王八徒子 要不就是眼瞎了 要不就心瞎了 这样的年纪不太 惹事的本事倒是 小冬啊 小年还不是为了家乡建设 为了增加你们工厂优量 当务之急是肃清流言 哎呀 中国硕经机会消购 这流言猛于虎啊 其实自证经文 有几个人会信 小年 你终于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小年 你女孩脸皮薄 我们听你出面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亲自澄清 制造流言的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就堵住他们的嘴 怎么堵 这么多人 挨个堵吗 这分场刚建成就开始造谣 那就是破坏我们县的生产大事 再说了 我看这件事情啊 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 那是针对咱权限 甚至针对咱国家 我想 要不然 你们两个人 去找大领导举报 彻查此事怎么样 我们都在这一份填膺 你呢 高主任也说了吗 我一个小姑娘 我脸皮很笨 可是你的名誉已经受损了呀 广播站呢 有一个安心好人的评讯活动 这目前的候选人 只有自己搞 我就说吧 这丫头肯定有主意 这个安心好人的候选人 就你一个人是未免太假 这样我牺牲一下 你把我的名字抱上去 五月末 年糕同志开始担任公社联络员 他为了见识家乡 为了让父老乡亲的日子好起来 他不辞辛劳的往返 他现场和村里 又在跨年糕了 三十年刚好 就这个人 后面再吃饱了 你就是武能造流亡 文能上报者 外能赚钱 内能当厂长的 爱信好人年糕 你给我在这本子上 写句鼓励的话吗 哎行 小姑娘真是好友的 谢谢谢谢 年糕 你还认识我吗 我说你五舅老爷家 大姨的兄弟妇 这么费粉啊 你还帮我叫姨姥姥呢 年糕 我是你阿姑奶 你们车里的 我只是做F 啊 是我家的门 谢谢大家才啊 我还有事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你们知道吗 他发现真不错 不像有些人啊 有点能耐就翻也不论人了 六十六十 哎 真是穷战道士 不再善善有脸心了 我一直都容着你 快瞧瞧 喂 你好啊 你们厂里的那个高祖恩啊 是我的男朋友 我最近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回我信了 能不能帮我转告他医生 赶紧回我 给我报个平安 我这个真的好急嘞 喂 男校的大学 有完的情面了 你能不能告诉你们 藏那个高祖恩 甘心的 啊 甘心的乖个孕啊 你说我们最后啊 我们藏里的高祖恩是蛮老伴 哎呀妈呀 我跟你说呀 我不知道咋回事 他不回我这儿啊 能不能帮我转告医生 这婚能力 但是这孩子的抚养费 他是一分不能少啊 哈哈哈 哎呦 陈校长来了 年高同学 纺织场合出大新闻了 啊 啥事啊 说这个小高啊 脚踏八只船 都快赶上蜘蛛了 哎说是吧 好多女人 都说是他对象 说是从工人到农民 除这个30到50 各种类型的都有啊 啊 没想到高主任居然是这样的人 都快修裂成蜘蛛心了 你跟我说实话 这事是不是你干 陈校长 那我就不装了啊 这事就是我干的 但是我最多也只是算 以前知道还治其人身罢了 真是你啊 这造谣之事不都梦魇娇干的吗 陈校长 那他在中间 难道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吗 再说了 那被抓进去的人 都跟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那你还用我电话打电话 这不一刷一准吗 那是他不仁在心啊 现在嫌我功高盖主 谢莫杀鱼 晚了 哦哦对了 陈校长啊 虽然 暗线好人的称号 我们没选上 但是呢 我们给你评了一个文明标笔 来 这是您的证书 说好了 我对这个虚名 我不太感兴趣 哈哈哈哈 别老同学 这送景旗的老头 是不是景旗 您说啥呢 我跟着老大爷素未能面 怎么可能是我亲戚啊 哈哈 我就开个玩笑 还认真了 陈校长 有些话没必要拿到台面上说 咱心里知道就行了哈 哦您先忙 我先走了啊 嘿嘿 看来我和安心好人 就差一吞了 哈哈哈 高主任 你找我啊 林高 那些谣言是不是跟你散过的 什么意思啊 什么谣言啊 你少装了 你就是个万人富一自私自利的小人 高主任 陈门夸奖 但是我觉得你形容的还不够准确 你应该加上狼心狗肺 情收不如六亲不愿 无情无义 你可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呀 梦魇交贪污献 你应该加上狼心狗肺 无故开除员工 几次处性几率的诽谤我 还给我扣上敌特的帽子 高主任 你一心自问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那你也不应该把我做 你唯一己之私 注重人物 视为不仁 你身为一场之主任 偏听偏信 视为不智 你没有守护和国家财产 视为不忠 你背着父母 替人强出头 视为不孝 你灵着自己犯错 却不敢批认 视为不勇 你言语刻薄 视为不理 你就是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 不知不勇 不理的托货 哎 高主任 你可站好了 我可没动手啊 说吧 你想怎么样 我听说 分厂准备投产了 给我点权限 也不多 也就是生产 销售 采购人士 财务后勤 就行了 行年 我知道你掉了 但 但你就不能把总厂的资源都吸走啊 如果你能做到一事同仁 别说分厂了 总厂这边 我也给你全线 那我就厚着脸皮直说了啊 嗯 自从赵副厂长进去之后呢 那销售科的科长空了一段日子 你看我咋样啊 与你这种神格吧 我就不能用什么意思 那我要当了销售科科长 那总厂和分厂都是我的工作范畴 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什么脾气吗脾气吧 表觉会议上 您就是高风亮节的主任 那脚踏八条船的事 此区无有 您多喝点茶啊 哎呀高主任啊 你说我才这么年轻 就要肩负这么多重担 压力好大呀 那茶水都快凉了 赶紧喝吧 哎 高主任 分厂那天开工之后 总厂那边是缺人手的 咱们得抓紧培训啊 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我平时又不怎么在厂里 人事的事情还是由您来决定 怎么还是没有合适 高主任 这些人啊我都没能见 就是能不能让我二婶做车间班长呢 崔盈盈同志最近表情是什么 干个车间班长是粗粗的 应该也没什么压力 啊要不然让他做车间副主任 给他点压力免得他骄傲子嘛 哎哎高主任 你放心啊 他要是干得不好的话 你随便怎么复理 我绝对不会二话的 就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嘛 好话来话都让你说 妈分场马上招工了 我准备啊让您去做车间主任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您放心吧 一切都按正常流程走的 那就好 我一定要好好干 我跟你说啊 这厂里上班都是按照接班制度的 只要你好好干 就能堵住别人的嘴 爸 我准备让您去厂里去开货车 那你说真的吗 我能开货车 当然了到时候好好干啊 货车 哎呀 哎 哎呦大孙女啊 给奶奶安排个啥呀 我怎么怎么啊 姐我手下小兄弟告诉我 村沿小叫车 这打天三江呢 是不是什么坏人 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 林姬 林姬 林姬你怎么来了 果然是我点眼眼找个对象都不点眼 大热天快进屋吧 我给大家带了礼物 哎呦 你们这么客气啊 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来 你看高点 很适合你的 好好 哎叔 哎呦 哎呦 你写的真走道 这个特地给你 真走道 这东西挺多的 要不你们先回去 剩下的我自己拿就行 好好好 这些东西加一起得好几百万 我说 还要 但你 ti- 干吗 万能 那 我不能做的 哎呀 吗 我 再来 蚧子 好 maar 这么多 这么多 那我自己來就好了 你把手伸出來給我看看 什麼了 我想看看上次我畫的小信心還在不在 在呢 一直都在這 天啊我 我好像被撩了 哎爺爺知道你來我家嗎 他知道的 您這樣哎是塊西瓜啊節節熟 謝謝奶奶 小年經常提醒您說您不但做飯好吃還是家裡的工程家裡裡裡歪歪都是您在找我 哎我就是管家強的 哈哈哈哈 謝謝小姐你這書有什麼學問了我有的聚約題不會你能幫我去看看嗎 去看看去吧去看看 好 這明俊也真實的點得不為他姐的矜持著想 啊林哥哥你還沒跟我說你怎麼就開車來了 林爺爺這麼有原則的人怎麼會同意你開車來啊 我就是威逼利誘了一下爺爺就同意了 那你怎麼還帶這麼多東西啊 我這個人吧 我這個人吧就是比較笨也不知道你家裡人都喜歡什麼 所以就都帶來了 上像啊 我老頭啊年輕的時候也這麼尊的話 讓我財理都不要了 我對我給你準備了一份禮物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這 小姐你放心 這個金條是過了名路的不會有麻煩的 那那我就收價了 謝謝 我很喜歡 以後多送金條 來咯 餃子好了 快吃吧 小姐 各位 我提一杯哦 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好年家 在年高的同志帶影之下 取得豐碩成果 不僅生活水平又有大幅度犧牲 還多次消滅敵人的陰謀詭計 我敬姐一杯 很辛苦 哎呀 小嘴真甜 這一杯呢 我敬這個 如果你敢欺負我姐 小心我揍你哦 我一定會和小年好好相處 關心他信任他 一起共同發展 好 好 好 哎 奶奶 你是一家之主 你是不是該提一杯啊 我這個一家之主啊 早就被民族失望了 哈哈 來來來吃菜吃菜 我都涼了 你怎麼這麼著急啊 你有客人啊 來 林姊你倒嚐嚐 我這個手藝怎麼樣 嗯 好吃哦 哎 真好吃 棉膏 來 嚐嚐這個 看看奶奶這餃子包的怎麼樣 哎 哎 你們拍怎麼著哎 我吃到嘍 啊 哎呦 哎呦 說說看啊 我就包了這麼一個伏角 哎就讓我大孫女給吃上了 哎呦 你說這老錢呢 你們誰都比不上了大孫女 媽說的對 啊 我們家年糕呀 最有本事 最有福氣 這伏角呀 就該讓年糕吃 吃到是不是啊 哈哈 我得多吃幾個啊 這都是一鍋出來的 我沾沾伏氣 哎 下次啊 還得做記號 哎 哎 哎 對不起我 你不讓我下來 哎 對不起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把我當壞人 你根本就沒把我放在心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本能反應 你不是故意的 你把我摔成這樣 那你要是故意的 岂不是把我摔可屁 我不准你這麼說 好個屁啊 啊 還得直接把你抱去 看著很驚 其實你吃個心眼啊 是不是很痛啊 要不 我幫你進去 嗯 你 你媽 親上親上 終於親上 以後的老貝孫子來了 快進去 快進去 小念啊 我就是遇到危險了 才會下意識的把你給摔了 你一個搞科研的 怎麼會有這種下意識啊 小時候 我被綁架過 之後我逃出來了 爺爺就對我加強訓練 所以我一遇到危險我就會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沒事 我剛才逗你們玩呢 那沒事了 別逛去了 小念 嗯 我 過兩天可能要回去了 怎麼剛來就要走啊 我恨不得一直都待在這裡 可是科研所那邊 有一個項目 我不盯著 我不放心 但是你放心 等我一忙完 我就馬上回來 沒事 我能理解的 等我最近 把工廠的事情捋順了 我還可以去找你 到時候 你連都連不走我 我巴不得時時刻刻的混在一起 你怎麼也會說這麼肉麻的話了 還不是跟你學的 哇 哇 哇 好好複習 準備高考 在金卡等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地過每一分鐘 我的未來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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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年糕明天就要高考了 他喜歡吃豆角 咱們今天給他做做點 行啊 對了媽 這個豆角有點老 不太好熟 容易有毒 你那個多煮一會兒啊 好好行行行 我去剁肉了啊 你去 就你事多 老大肚子都餓了 我還想吃 老大啊 哎老大 你快出來 哎呦 我好了呢 你去吧 不行不行不行 你趕緊去 你你等我 哎呦啊 媽媽 你快點媽 媽 我還沒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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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呀怎麼樣 還難受我 媽 我不行了 我膽子都要吐出來了 哎呀明天就要高考 師哥怎麼辦呀 我奶真是君子保守十年不 關鍵師哥給我整個大的 這可啥症 你瞎說啥呀 奶還等你帶奶啊進京呢 哎呦 哎呦我肚子又痛了 我得上廁所去 我得上廁所 媽得被你去醫院 再這麼下去 你一輩子都毀了 來 你看 你撐住啊 你的養肚精神 明天才是真正考驗你的時候 哎呀走 哎呦 媽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 小燕 成績已經公布了 我也填爆了志願 他們來幹啥呀 走 哎高準 周老師 你好你好你好 這位就是年糕同學吧 你好 我呢是來祝賀你 拿了我們全國唯一的全科滿分兆元 哈哈 全科滿分 那是名副其實的狀元 你好同學啊 我這次男呢一直為了祝賀你 其次是我想問問你們 你家裡沒有什麼困難啊 哎你放心啊 只要是你提的要求不那麼過分 我們金塔一定會滿足你的 哎 朱 帝都大學李老師來了 找我的人工啊 啊 啊 周老師 你跟小田先聊著 我陪帝都同學聊天啊 哎 瓜哥 我跟李老師也是老鼠原了 今天也無法 虽然你志願上填爆的是精大經濟學生 但是下一站的特殊人員 我們低谷大學願意拋出橄欖子 單間學生宿舍 每學期付簽員的特等付學金 還有一夜之後 若戶問題工作等等 另外 如果你有親戚願意到後勤部門工作 我們也非常願意幫忙 哎哎哎哎 別說了別說了 人家人家高出學學生 現在我們精大了 他有資格過來搶人呢 考生填爆之源有輸入很正常 像年高同學這樣的特等考生 那我們是不是要特試特辦啊 你想要合分是吧 那就讓年高同學指定拒絕 我們帝都再錄取 你學的怎麼樣 不愧是大學老師 這耍無賴也能如此理直氣壯 你要不要想想自己在說什麼 你好考學 我跟你說 他們帝都能給你的 我們精大一樣能給你 而且只要你的期末考成績合格達標 你的日常考勤情況 我們都會特殊對待 首先呢 非常感謝兩位老師 天理迢迢地來表達誠意 這讓我受寵若驚 此話說得好 仍無幸而不利嘛 那我當時報考的是精大 我現在依舊選在精大 但是我對帝都大學也行生嚮往 如果我上不成的話 那我會遺憾終生的 所以我想呢 能不能這樣給我個機會 讓我跨校選修 不才正常人會貫通嘛 也給我個機會 讓我為祖國道建設天專家瓦 怎麼樣 你是真敢說也真敢說 國內兩大頂尖學府 年高同學 暫時還沒有這個限力 所以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等之後回去有消息了 我再來控制你 那我還有事 那我先走了 好 慢走啊 年高同學 我在精大等你啊 走了高人 兩位老師慢走 哈哈哈哈哈哈 小年同學果然沒看錯你 好樣的啊 晚上我走走 我們叫阿晨朱子搓一頓 哎 別別別 按照慣了一句話 高考生你生不能對外公布的 咱們還是低調的 就咱倆知道就行啊 哎 我們趕緊推薦下婚女工作 你說你這要去上大學了 怎麼得少了個幫手 怎麼還快捨不得 哎呀 不可以 你這要去上大學了 是沒辦法嗎 哈哈 哎呀奶奶 你可回來了 你要再不回來啊 奶奶就要到縣裡去找你去了 哎呀奶奶你放心吧 我能出啥事啊 對吧 你看 這是個人進來 奶奶 奶奶真是臨近的 爺爺真是我奶奶 你好你好 好嫂子 我這突然來了 不打擾吧 哎不打擾不打擾 哈哈 兩個孩子是演給一個結果 一句拖著不是事 也不是我們令家的作風 那就是 哈哈哈哈 記住說 記住無聊啊 好好好 哎呀親家 上次啊 您進來啊 就帶一不少東西 這次您又拿這麼多東西 哎呦 太客氣了 好嫂子 這都是應該的 哎 來來來來來 喝茶喝茶 到這兒您可別客氣了 就跟到家一樣 來 給您拿水果去啊 哎老嫂子 哎 就歇會兒 您告訴他爸 怎麼沒在家呢 哎 怎麼您說啊 這老大呀 和老大媳婦啊 現在都在啊 工廠上班呢 啊 奶奶我去分廠去 叫爸媽回來 順便去買點菜 哎呀 哎呀 親家爺爺 你好你好 坐啊 秀我們倆去忙活飯菜啊 你們聊啊 哎呀 文婧啊 我這次來啊 就是想讓兩個孩子這個親事啊 定下來 啊 咱們先定心 等小年畢業了 再讓他倆成婚啊 呃 我也不知道你們這個地方是什麼規矩 菜类一般給多少 看咱們 來個萬里挑一 有嗎 我的乖乖 哎 村支柱架的閨蜜財力 一個才兩百塊 這哪怕是京城也沒給這麼多的財力啊 哎 年高啊 咱們全省的高考冠軍 還是紡織廠的廠長 值得 還嫌少的呢 只是手頭啊 沒有那麼多線錢 扣了這麼多 來這 哈哈哈哈 這 這財力給的太多了 啊 清大姨啊 我不是嫁給你 你不是賣給你 這錢 還是留著給他們 你還給你幾人啊 年高 這是年爺給你們的聘請 你就留著吧啊 嗯 那謝謝林一爺 我就收下了 哈哈 年高這孩子啊 興致你沒什麼新眼 你別見怪啊 快成筛子了 還沒新眼 嗯 那這次呢 就升學定青一起辦 我明天呢去擺起座啊 請家裡呢 這個親戚啊 來吃頓飯 這次呢就這麼定下來了 好好好 年高 哎 二婶 你看啊 人家林家有點家底 我嫌你也得搞啥事業了 你就花點心思 把那林老爺子給哄好 啥都搶 呀二事搶您說的 那至今還是看人瞎菜點呢 我要是天天混吃混喝的 那林爺爺能看中我 你說是不是啊 是 你這麼說也對林老爺子 誰啊 是我 我可以進來嗎 零七 你進來吧 那啊 那你們先聊 我去看看飯菜準備咋樣啊 啊 聊吧 你 你有啥事啊 呃 阿姨今天做的飯菜 很好吃 就這樣 嗯 還有就是 我們馬上就要訂婚了 你高興嗎 我當然高興啊 我還可以讓你看看 啊 啊 這給我的啊 那我就收了 嘿嘿 有種怂人膽啊你 啊 啊 沒事沒事 天氣乾燥嘴巴破了很正常的 嗯 麵糕啊 嗯 嗯 嗯 人家啊 這肩太乾了 你說我這手啊 一天不擦著嘎啦油它就裂 你啊 天哪嚇我也是 就這嘴啊和手啊都擦著嘎啦油 它就防止裂開啊 知道了奶奶 嗯 奶奶是不是找麵糕有事了 那我就先出去 好 你回去 謝謝 哎呀最好啊 哎謝謝謝謝 大大師傅哥好啊 快走快走 哎看上海汽水呢 哎 汽水來嘍 幹來都贏都贏啊 陳校長你也來啦 我必須來 小年這孩子比我親孫女 還有親的啊 哈哈哈哈 哎呦哎呦陳校長 給我出去 哎呦黎老師 拿這麼多東西幹什麼呀 來公主子啊 啊 這邊啊 哎呦 哎呦 老嫂子 就等你了 哈哈哈 今天是孩子們大喜日子 吃好喝好 哎呦 來來來來來來 哎呦 大家來來來來 埋下埋下埋下 哎呦 高興 我都不喝 你這個玩在玩也 立正 講當年追我的小姑娘 得有一個加強牌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新娘來了 哈哈 你看我這孫女 哎多漂亮啊 新女下班 快去和你這仙女在一起去 太貴了 快去和你這兒 他在保護室 海吹 師父 麻煩你了 怎樣 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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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大家忙了一早上了 大家吃好不好干杯 干杯 干杯 谢谢你们先吃啊 恭喜年糕同学 爸啊 年糕以后跟我 我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的 来 我有事跟你说啊 咋了 你咋了 怎么生生命的 姐就是大家送你那礼物 姐 我们以前不懂事就像一棵长外的树苗 是你耐心帮我扶振的 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你啊 我也舍不得你啊 孙明姐 姐我们只做了这么多都送你了 怎么会攒这么多钱啊 这里面有奶奶棺材本 还有大家的工资 还有我的荣花钱 谢谢你啊 孙明君 有你们当我的家人是我的福气 姐你忙帮我去玩啊 你忙帮我去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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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那永远是什么